早评 护纸低开0.51% 证券 利电板块领跌 三大指数集体低开 低开0.51% 深城指低开0.68% 低开0.81% 盘面上 腿玉砖石 换电 仪器仪表等板块涨幅居前 证券 绿色电力 汽车等板块跌幅居前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超百万首封跌停板 今早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跌0.76% 恒生科技指数跌0.74% 三支新股表现分化 顾生堂涨超15% 凯埃英平开 北海康城跌近20% 暴跌超53% 盘中多次触发熔断机制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 11月末广益货币余额 同比增长8.5% 利息为8.7% 1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61万亿元 利息为2.7万亿元 新增人民币贷款1.27万亿元 利息为1.56万亿元 需求上报后 监管部门将最终核定各省份在融资债券限额 因此 今年回调较多的消费胆快 可能会随着后续活的强势突破 在未来春季行情中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中原证券认为 周四雷股市场高开高走 小幅震荡上扬 承接前日上涨的惯性 在酿酒 消费 证券 银行以及医药制造等核心资产 轮番上扬的影响下持续走高 护制盘中摸高3688点 再创近期反弹新高 核心资产的整体补涨 成为近期市场运行的主要特征 中信箭头指出 次高端白酒板块呈现以下特点 渠道库存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2022青庄上阵 部分高端及次高端白酒涨价 打破市场关于政策管控白酒价格的预期 提升白酒企业未来成长预期 12月经销商大会逐步开启 舍得等有所超预期 对市场情绪有提振 对市场情绪有提升